那吃的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像我們呢 我們由北部到南部 我們野土是不是都會到休息山去休息 他們水鳥也一樣 像他們由北我們遷徙的過程當中 我們各位有沒有想到 我請教各位 他們黑邊迷路來講的話 他們遷徙會一次就飛到位嗎 不會 絕對不可能 因為呢 他們也會找一個那個地方 休息一下 合衷體力一下 然後再繼續找他們想要停留的點 那我們各位我們也可以來找一下 我們台灣再來的位置 在這裡 你看呢 北跟南部 我們台灣這個位置超好的 超好在中間的地方 所以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是我們候鳥它重要的一個中繼站 他們休息的一個中繼站 但是呢 台灣坦白講 這是一個寶島 大部分的候鳥到台灣這個地方住的話 他們吃休息一下有的 真的不想再飛下去 所以呢 你看我們台灣的候鳥 東候鳥群呢 越來越多了 我們講黑邊迷路來講的話 前年 它前年的量是2,600多隻 那去年我們再統計是3,000多隻 代表說我們的那個濕地啊 我們生態體系保育的不錯 變成他們這樣子 繁殖的那個量越來越多 這樣保育類的東西 我們希望一些保育類的鳥類呢 可以越來越多 好 那我們呢 直接我們到樓下去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那個語句解說 那麼等一下 我們那個語句解說 文句解說 字幕說